她在 上面 healed the...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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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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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 来 我们来 来 来 我们来 来 我们让机会进来一下 对 所以今天跟你一起直播 就很 很开心 很激动 很兴奋 對 所以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嗯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哦 大家好 大家好 对 哦 你真的是 就是你不会多说一个字的人 对不对 有很多粉丝说,嘉琪要小心,要注意, 他说,朱老师,你说任何东西他会只会说一句, 不会,不会,不会,所以今天会多说一点话, 不会,好,那我们一起录作,开始今天的直播,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我们了,好不好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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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好了,就是不要被我吓到, 没有,因为我牙心又很大, 好,来,所有女生, 好,大家好,我们的直播开始了,我是嘉琪, 然后旁边就是你们的男生,朱老师, 然后,哇,他们都在刷屏了,好帅好帅好帅, 因为我看到9点钟的时候,早上9点钟的时候, 已经在,有人在我的直播间,就是你的粉丝在我直播间说, 好期待啊,还有一个小时要开播了, 然后发现,诶,十一点还有两个小时, 他们已经真的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了,对, 然后,来,那个,好像我们两个坐得有点远哦, 你可不可以坐,对,对,对,因为我们就是, 网上传我们两个脑袋都比较大,所以, 说今天的直播画面会不会把我们两个脑袋都塞进去, 现在看来还是很好的,对, 然后,真的本人好帅,好白啊, 而且,就,就是跟网上的一模一样, 听不清楚吗,现在声音好一点没有, 现在声音应该听得清楚吧, 迟到两分钟,哇,你们这么严格的吗, 好了,所有女生,拜托大家一下, 点击右下角的转发按钮, 帮我们把今天的直播的ID转发到, 朋友圈会组是微博里面都可以, 可以让更多的女生来看我们的直播间, 好不好,谢谢大家, 今天呢,朱一龙来到我们直播间, 会跟我们聊很多,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跟你们粉丝说的时候说, 我说你们是想要问朱一龙辛辣点的问题, 还是要问温柔点的问题, 然后他们就说不要辛辣, 他说你会受不了, 哈哈哈, 对,所以他们对你真的很好, 但是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比较辛辣又温柔的问题给你, 好不好, 然后今天的朱一龙来到这边, 会给大家带来欧书丹, 真的史上最大活动力度, 而且还有限量的朱老师的一个周边的礼物给大家, 但是是数量有限, 一定是先抢先得, 好不好, 大家会有我们的乳木果的套装, 有身体乳在家护手上的套装, 而且有直播专享优惠券50块钱, 还会额外的赠送非常多东西给大家, 所以你是第一次做电商直播, 对, 因为我前几天星期五, 你不是做那个跟粉丝吃火锅吗, 对,吃火锅, 然后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就很有意思, 可能你还不知道, 你的很多粉丝都以为, 就是你会来我的直播间吃火锅, 然后他们在我的直播间的蹲说, 哎,怎么朱老师还没有来, 为什么朱永乐还没有来吃火锅, 他什么时候才吃火锅, 然后错过了你想吃火锅的直播, 对, 然后他们还跟我说, 他说佳琪你是所有女生, 我们朱老师是所有兄弟, 然后所有观众朋友们, 对不对, 所以你开场一般会怎么开, 就是直播的时候, 你就喊他们, 你会怎么喊, 我开场, 对, 就是比如说你就呼唤他们, 你会怎么喊他们, 就是你的粉丝, 开,开场, 我觉得大家好, 我是所有, 是, 然后你会称粉丝为兄弟们, 对不对, 没有,观众朋友们, 就观众朋友们跟兄弟们, 他们说, 要你今天说一下所有女生们, 对, 因为他们很想要你喊, 你们喊, 你喊他们美美们, 或者是所有女生都可以, 哈哈哈哈, 所有女生们大家好, 我是, 我是朱一龙, 哇, 我喊了, 我跟你们说, 你们的心意完成了, 我真的是很有,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翻, 就是我发了一条微博说, 你们想问朱一龙什么, 或者你们想要朱一龙做什么事情, 我每天都在翻, 他们说最想, 就是, 让你说的一句话就是, 所有女生, 或者是美美们, 他们听了就很开心, 你看他们都在哈哈哈哈, 对, 然后, 就是我还要再说一个点, 就是, 很多人说, 他说, 佳琪, 你明天来的时候, 朱英龙来的时候, 你一定不让她来, 让她们, 让她们来关注我的直播间, 因为, 你说她们关注, 所有人都会退出, 你知道这个梗吗? 没啥, 因为你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说, 说, 大家坎坏关注一下, 点击右上角的那个按钮, 关注一下, 然后所有人都出去了, 大家都以为网卡了, 对, 所以, 对, 所以关注应该是在头顶上, 就是中间的一个按钮, 还是关注的按钮, 对, 所以, 哎呀, 我怎么办, 我是有点小紧张, 我今天都在这, 好,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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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没啥, 今天是我的主场, 好不好, 那, 今天我们来的是欧苏丹的一个活动, 然后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个, 线下的一个活动给大家, 所以我们的直播大概是有20到30分钟左右,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到线上直播, 所以粉丝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, 然后我们今天的服务里有很多, 不仅有线上直播, 还有线下的一个活动, 同时还会给大家带来欧苏丹的产品, 然后, 就是朱老师, 欧苏丹的产品, 你觉得怎么样? 好, 完蛋了, 就是第二次人生滑铁炉来了, 真的, 除了好呢? 好用, 除了好用呢? 好闻, 就是你不会超过三个字, 不是, 不是, 就是, 味道还挺好闻的, 然后还挺润的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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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, 你介绍所有一切关于美好的东西, 就会用好来形容它, 也, 差不多, 差不多, 那我来给你形容一下好不好, 对, 就是,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苏丹的乳木果套装, 那这个套装呢, 也是朱一龙同款的套装, 这个套装里面会有两个产品, 一个产品是我们的身体乳系列, 然后一个产品是欧苏丹的护手霜, 就是乳木果的护手霜, 老师你知道吗? 就这两个的护手霜里面的乳木果的成分, 天下的含量都不一样, 就是, 身体乳的护手霜乳木果的成分是15%, 然后这个的话是20%, 然后你知道乳木果是什么东西吗? 是什么东西? 你不知道乳木果是什么东西? 对, 乳木果, 就是牛油果, 牛油果, 乳木果的成分是真的很, 就贴近人体肌肤的一个保湿成分, 所以它用在身上的话是非常的舒服, 而且很轻肤的, 是不容易过敏, 而且它的保湿性可以长达15小时的锁水跟保湿, 所以冬天你的皮肤在干的时候一定要用身体乳, 或者是护手霜, 因为很多人都说过女生的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, 所以就是你当你把脸照顾好了之后, 你每一次伸手出去做个动作的时候, 大家看着你的手就相当于看着你第二张脸, 所以女生的手一定要好好的去保养, 就要跟朱老师一样手这么的漂亮,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, 所有女生可能会很忽视到身体的一个滋润, 因为很多女生在抽冬天的时候不喜欢涂身体乳, 因为会觉得黏腻, 你会涂身体乳吗? 我冬天的时候会涂, 冬天的时候比较干, 因为冬天的时候肌肤一干燥就会容易有皮屑, 就是可能你比如说穿保养内衣, 保养内裤你拉起来的时候会有皮屑飞起来,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身体乳, 而且身体乳可以帮你的皮肤滋润很有光泽度, 像我们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晒得很黑, 或者晒到很痛的时候, 你突然身体乳可以有变白, 或者是让你肌肤更加的嫩的一个效果,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套装, 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限量发行, 而且是有朱一龙周边的一个伴手礼给大家, 同样还有佳琪直播间的额外优惠券, 他们竟然说调戏老师太好玩了, 我没有在调戏他, 真的是你们这样胡说八道, 他们说你在上课的感觉确实学习的, 所以你要跟别人推荐产品的时候, 就不能只在说好跟好用, 还有好文, 所以你听到我说了这么多, 你还会怎么样知道他? 我回去总结一下, 回去总结一下写一个观后感, 是不是? 对, 然后这个就是, 我觉得就是你会说两个字, 他们就会想要去买他, 还是你这个说完之后好像更厉害, 没有, 你就说一句, 他们就会买了, 真的, 很多人都说了, 他们就会买了, 所以,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, 给他们试用一下这支护手霜, 好啊, 嗯, 所以你平时有涂护手霜的习惯吗? 嗯, 会, 会, 但我还好不会常用, 就有时候手上觉得比较干的时候, 比较干的时候, 特别是冬天, 特别冬天的时候就会去使用到它, 而且这个护手霜, 它是乳木果的话, 它的味道就比较的偏清爽, 就不会说太重的花香跟果香味, 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清爽, 包括男生的话都是可以用的, 因为男生的话也要,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手啊, 把自己的身体的肌肤照顾好, 好不好, 这款后手霜, 佳琪直播那我开麦了啊, 你就看一下, 让你先休息一下, 我跟你们说, 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欧书丹的礼盒, 礼盒, 而且只有限量的9000个人可以拿到, 朱老师的周边的礼物, 我们来看一下, 我们的礼盒里面有什么东西哦, 真的, 欧书丹每一次礼盒都真的很漂亮, 哪怕是盒子, 你们拿到家的时候都不用把它扔掉, 特别特别的漂亮, 给你们看一下啊, 这个是我们的镇庄, 镇庄里面有哪些东西呢, 有一支大支的欧书丹的护手霜, 这一支真的放到家里面用, 可以用很久很久, 非常非常耐用, 还有一个身体乳, 谢谢你, 还有一个身体乳, 这是我们的套装, 然后两个加起来是500块钱人民币, 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会加赠, 所有女生看清楚咯, 三个欧书丹明星款, 的一个洗护套装, 然后还会加赠, 一支, 两支, 三支, 四支, 五支, 六支, 护手霜, 这是页面上的赠品, 但是今天你只要上午看到了我们的直播, 我们额外再加赠, 两支护手霜给你们, 因为一支护手霜它的正装是30毫升, 相当于我们送了两支半的护手霜, 而这种小支小支的放放包包里面都很好带, 就女生现在包包比较小嘛, 然后还会再送一支限量款的纯乳给你们, 然后再送给大家, 这个我觉得你要介绍一下, 这是你的一个半手礼, 对, 就是周边半手礼, 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哦, 只有在今天加起直播间, 买的女生才会得到朱老师的这个半手礼, 我们打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, 这边大家看一下哦, 他们认真点头的, 送朱一龙吗, 哎我跟你说, 今天我来的, 我对我的开场词忘记说了, 今天所有的产品都不送嘉宾, 你们买所有的产品都不能送嘉宾, 会送会送, 会送朱一龙的, 对, 半手礼给你们, 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立起来的一个, 朱老师的半手礼, 就很可爱的一个半手礼, 可以放在你的, 就床边上啊, 或者是放在你的使用台边上啊, 每次使用欧书丹的产品都可以看到朱老师, 你的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好, 好了, 所有女生没好了没有, 领取, 嗯, 还有两分钟是吧, 还有两分钟, 所以, 就是, 你第一次直播, 应该, 就是, 会有压力吗? 就是, 你要不要再说, 你要不要再说两句, 你要不要再说两句, 对, 要不要再说两句, 他们可能会买的更多, 只有九千套哦, 所有女生, 只有限量九千套哦, 才可以拿到我们的, 就是周边的礼物啊, 你有什么, 可以大家给他们再说一下的, 真的, 我感觉, 就是, 我的人生再次遭遇了华铁卢, 让他多说两句话, 我觉得好难哦, 对, 好厉害, 好厉害, 没有, 就是, 你对这个产品, 就是, 发明一个新词嘛, 就是, 让他们买它, 有点为难哦, 不, 不为难, 不为难, 对, 你可以说什么, 就是你可以学, 就是, 我有没有荣幸让你来学我, 的直播的说话的方法, 我刚学了一个, 就是, 就是买完之后, 他送一只, 送两只, 然后送三只, 然后一共送六只, 然后最后还送一个那个, 刚刚那个, 对, 然后他们, 还有一个蠢蜜对不对, 然后我们直播间下单, 再送两只, 对, 再送两只, 所以就是很划算, 对吧, 总结了一下, 就是特别的划算, 你就赶紧买的对了, 就是真的, 史无前例, 双十一只有今天, 朱一龙来到家里直播间, 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力度, 好不好, 美们, 买它, 所有女生, 一定要抢到, 一定要抢到, 一定要领取五十月约会券, 准备好了没有, 三, 二, 一, 上链接, 五十元约会券, 来喽, 来喽, 已经上链接喽, 在一号宝贝, 你可以看一下, 就这样子, 对, 我们不是玩假的,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是玩假的, 还真来了, 对, 一号宝贝, 上链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拍了, 在这边, 对的, 就点击左, 所有女神星粉丝们, 点击左下角的一个购物车, 然后点击下我们的链接, 直接拍, 先付定金五十元, 然后领取加持直播间, 五十元的约会券, 到手价四百五十块钱, 一只大的护手霜, 再加一个正装的身体乳, 再送六只小的十毫升护手霜, 加持直播间, 再额外加振两只护手霜, 还有一只蠢蜜跟三件套的身体护理系列, 还有朱一龙的周边哦, 给大家, 好不好, 真的非常多, 买一得十一给大家, 谢谢大家的支持, 一号宝贝, 大家赶快去抢, 够, 只有限量九千份啊, 限量九千份, 先付订单, 就行了, 拍四百毫升, 所有女生拍四百毫升哦, 拍四百毫升, 你可以看一下, 已经一万两千四百六, 对的, 一万两千五百零五, 就是一直它的数字会再加, 一万两千五百, 六百五十九, 你看这个数字都一直在加, 一直在加, 哦, 所以你平时会网购吗? 我,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, 我已经知道了, 其实他平时不网购, 你只会点外卖, 对我会点外卖, 所以你网购没有, 没有玩过网购? 对我, 嗯, 对, 其实网购很方便的, 你以后可以玩一玩, 对, 我, 真还挺方便的, 所以你, 你网购应该是不会领卷那种人吧? 会领卷吗? 有卷肯定领卷, 有卷肯定会领卷, 这次优惠卷真的是, 欧苏丹跟朱玉龙送给你们的优惠卷, 因为一线品牌很少捡钱的, 而且五十元优惠卷是, 林门凯的优惠卷, 只要你们购买了我们的产品, 你都可以去使用五十元优惠卷, 好不好? 已经一万六了, 真的吗? 哦, 没有一万四, 骗我, 已经一万四千组了, 所有女士已经一万四千组了, 还有最后的六千个人可以拿到, 最后六千个人可以拿到我们的定制礼物给大家, 好不好? 最后六千可以拿到定制礼物, 好了, 大家可以赶快去想啊, 如果领不到优惠卷的话, 我们会多谈优惠卷出来的, 好不好? 多谈优惠卷出来, 好, 那接下来呢, 我要开始第二个环节, 就是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, 是带着所有喜欢的粉丝的任务来的, 我准备了两个, 对, 一个游戏是快问快答, 你准备好了吗? 我准备好了, 你准备好了, 好, 我的辛辣又带一点温柔的问题要来了啊, 第一个问题是, 和小龙包们吃火锅是什么感觉? 就云吃火锅是什么样的感觉? 很开心, 没了? 他真的, 三个字, 就可不可以再长一点点, 就是你可以这样说, 就是我跟小龙包们一起吃云火锅很开心, 这样大家会觉得你说话说的很多, 其实你就说了三个字很开心, 对不对? 是不是学到了? 对, 然后就是, 然后, 那天跟小龙包一块云吃火锅特别的开心, 是, 你看, 大家以后不会再说你, 就是不会不喜欢说话了, 对不对? 好, 第二个问题, 吃火锅必须点的三个菜, 这个问题应该是三个字以上的, 必须吃的三个菜, 灯亮, 哈哈哈哈, 然后吃毛肚鸭肠, 然后麻辣牛肉, 毛肚鸭肠跟麻辣牛肉, 好,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, 这个问题比较辛辣了, 大家应该想知道, 就是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吗? 呃, 分心情嘛, 有时候会, 就心情好的时候唱, 心情好的歌, 心情不好的时候唱心情不好的歌, 不是, 心情不好就不唱, 心情不好就不唱就听歌, 对不对? 好,来,我们下一个问题, 你觉得自己是老师人吗? 或者是老干部吗? 就还好, 还行, 还行, 就是还算老师人, 也分情况吧, 哈哈哈哈, 完蛋了, 我感觉挖了一个大调出来了, 那什么情况不是老师人? 呃, 完蛋, 就还挺, 还行, 确实是老师, 哈哈哈哈, 确实是老师, 好, 下一个, 呃, 你有我没有的特, 就是技能, 就是你有我没有的技能, 就是你有我没有的技能, 你没有, 对对对对对, 呃, 就不用手吃龙虾, 不用手吃龙虾, 我会啊, 就不用筷子, 我可以, 就不用手吃龙虾, 我会, 就是我不用包, 我只用嘴巴, 对对对, 全用嘴巴, 而且我可以把那个龙虾的壳, 就把肉全部掏出来了之后, 龙虾壳还是完整的, 那你赢了, 我是湖南人, 所以下次我们, 所以下次我们有机会来PK一下, 好不好, 好, 快快快来结束了, 第二个, 我想给你说几个我看到最好笑的留言, 好, 有一句话, 真的我可能说出来你会笑死, 就是刚刚我在就是准备直播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,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会成为热搜,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, 神魂颠倒朱一龙, 倾家荡产李佳琪, 这是本人说的, 是一个南昌的本子, 他的那个名字叫做小默默, 他说完蛋了, 今天我们直播完蛋了, 然后下面就说为什么, 他说, 因为神魂颠倒朱一龙, 然后倾家荡产李佳琪, 倾家荡产李佳琪, 对, 因为我把他们的钱都掏空了, 你把他们的魂都勾走了, 哦, 是不是他就是像很厉害的文案, 对不对, 好, 然后第二个, 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留言, 就是说, 朱老师对直播, 业务不熟悉, 做好心理准备, 朱老师可能是播号上网的, 千万不让他点击右上角的关注, 不然我们都会迷路, 所以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, 因为你一直在进步嘛, 今天都来开始, 就是做直播了, 对, 因为我知道不在右上角了, 然后在上面, 对,不在右上角了, 在上面哦, 朱老师已经学会了, 也在进步, 大家不要这么严格了, 然后我觉得最暖心的留言是, 就是说不要问他, 不要问你太多的问题, 你会害羞, 他说让你听我, 让你听我讲话就行了, 然后多给你点吃的, 然后让你在边上当作吃播, 尤其是喜欢背点, 就是尤其要我多背点辣条给你, 所以你是私下很喜欢吃辣条? 这还好吧, 我也还给我背辣条, 我也不知道, 我以为之女很喜欢吃辣条, 所以我来求你这件事情, 没有还好, 所以你最喜欢吃的是龙虾? 很爱吃, 辣的我都还挺爱吃, 所以你是, 我是湖北人, 对对, 湖北人, 对对, 我调查了一下, 对我还有印象, 好, 我觉得最好奇的留言是, 他说, 请问, 朱老师最近一次啃指甲什么时候? 这个我啃指甲, 我就是都是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咬掉的, 哦, 然后他说,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 你妈妈小时候跟你剪过睫毛吗? 剪过, 真的,我跟你说, 我现在这么近距离看, 眼睛超级超级超级大, 而且他的睫毛好长好长, 那作为欧苏丹的代言人, 为什么拍身体护肤的时候要穿衣服? 那脱了也不能剥呀, 哈哈哈, 真的是个老师, 这个真的是个老师, 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新啦, 这他们问的不是我问的啊, 然后为什么就是, 从非洲回来还可以这么摆? 从非洲, 可能时间不长吧, 就是太阳还没有到, 你就已经离开了, 对不对? 因为一共待的时间有点短, 可能再长点就晒黑了, 哦, 好, 来, 就是他们很好奇是,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? 如沐果的味道, 厉害, 天啊, 太厉害了,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 我设想了你无数总就回答的答案, 或者你甚至不回答, 哇, 太厉害了, 但我跟你说要加钱了, 如沐果的味道都说得出来, 厉害厉害厉害, 好,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, 呃, 就是, 粉丝说, 就是有没有, 呃, 有没有问题是你想要回答的, 哎,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, 李佳琪, 哇, 粉丝的问题都好犀利哦, 朱老师有没有问题是想要回答的, 就是想要跟他们说的, 哦, 他们都预判我不回答, 对, 对, 所以, 你今天就是把所有我们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, 所以, 朱老师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, 而且是一个很老实的人, 嗯, 特别特别老实的人, 啊, 好啦, 所有美女们, 真的,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有一个线下的见面会, 朱老师会有一个线下的见面会给大家,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, 可能时间就到这边就要结束了, 所以喜欢我们的话, 一定要多多点击关注, 也多多点击我们的欧书单, 官方期间间的关注, 好不好, 一起来抢购我们这一套, 朱老师代言的乳木果的身体系列的套装, 那真的很荣幸可以请到朱老师来我们直播间, 最后一个话, 跟粉丝说一下, 好不好, 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, 就今天直播完了, 之后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, 总结嘛, 就是总结一般留给您, 这个我没准备, 哈哈, 就实际上没有准备的才好玩嘛, 对总结, 就随便想对他们说什么都可以, 对, 因为我们每次跟小龙猫, 然后就是说, 反正就是都是老生常常的, 就那些话, 嗯, 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, 我走了, 各位观众朋友们, 我来了, 大家好好享受生活, 好好享受生活, 好好享受生活, 嗯, 然后多多支持, 朱一龙, 好不好, 好好享受生活, 多多支持, 朱一龙, 谢谢, 谢谢大家, 然后最后, 所有女生, 不用忘记咯, 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万元红包给大家, 你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红包去, 购买欧酸的产品, 好不好, 准备好了没有, 我们要开始, 发万元红包咯, 我来了啊, 我准备一下, 所以就现场发红包, 你看过吗, 没有看过, 哎,哎,哎, 感觉很多钱进来的样子, 哈哈, 我来了, 我来了, 所有女生, 赶快打开支付宝, 如果你是朱一龙的新粉丝, 第一次来看嘉宜直播间的话, 一定要赶紧打开支付宝, 点击红包按钮, 我们给大家来发红包咯, 万元红包的评分给大家啊, 谢谢大家的支持, 那个, 我可不可以要求, 你们帮我设一个口令, 就是你随便设六个字的一句话,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话来抢, 抢那个红包, 就中文口令, 你会用九宫格吧, 哦,哦, 不会, 那个二十四, 哦, 那你很厉害, 我都只会用九宫格, 我感觉我比你更老干部, 就六个字, 就行了, 随便六个字都可以, 你想, 你想的话都可以, 哇, 你们自己抢红包, 应该是最幸福的吧, 朱一龙给你们设置的, 支付宝口令哎, 完蛋, 可能这个就是在你想一个小时, 还没有想住了, 红包口令, 随便, 就是你不能说, 你要先设好了, 然后再给他们看, 就是你所有想说的话, 都可以放在上面, 你还是加齐来设置吧, 还是我来设置吗, 对啊, 不是, 我突然间想不到, 六到十个字都可以, 随便, 你想, 想说什么话都可以, 那一般这个是设置什么, 呃, 举个例子, 比如说什么, 呃, 就是欧洲丹大卖啊, 然后赶快多多,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啊, 所有的话都可以, 可以, 可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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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 设置好了哦, 所有女生设置好了哦, 猪一龙设置的红包口令是12345678, 八个字, 好不好, 所有女生手速一定要快, 打开支付宝, 红包按钮, 猪一龙帮给大家的红包是, 八个字我们一起说吧, 好不好, 321,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, 赶快抢红包咯, 所有女生,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, 赶紧抢红包哦,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, 谢谢你们的支持, 好不好, 手速一定要快哦, 手速一定要快, 然后等一下去看看他们抢的红包, 对, 应该是, 够你们付什么, 付那个定金的啊,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帮大家付了定金, 可以去抢红包, 哇, 抢完了, 两分钟内全部抢完, 再线抢红包, 所有人都可以看这边抢红包, 对的,好不好, 喜欢佳琪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, 还有很多粉丝说, 他说业务能力见长了朱老师, 对, 朱老师也在慢慢的学习, 慢慢的进步, 好不好, 喜欢佳琪美门可以多多关注, 然后多多关注朱老师, 以及多多关注我们欧苏丹的天猫旗舰店, 那今天很开心给大家来一起直播, 我们马上就要去线下的一个见面会, 希望大家要多多的守候我们的一个活动啊, 那今天特别开心可以邀请朱老师来我们的直播间,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, 对,开始还挺紧张啊, 后面就不紧张了, 这人特别特别的好, 而且确实是老实人, 但是我今天任务都已经完成了, 让朱老师多说几句话, 让朱老师不要每次都说两个字, 我都完成了, 喊你们妹妹们, 都完成了, 好不好, 我还是松了一口气了, 我压力真的很巨大, 好, 谢谢朱老师来我们直播间, 谢谢, 那我们下次再见, 拜拜, 拜拜, 谢谢大家, 我们下次再见, 拜拜, 拜拜, 拜拜,